我們非常感謝 鴻海台積電跟慈濟 這樣購買這疫苗讓我們國民可以來使用 非常謝謝所有參與在簽約上面努力的 所有的人跟團體 鴻海的郭董還有台積電前陣子很阿沙力的 說要捐贈總共一千萬劑自購的BNT疫苗後 竟接著慈濟也為大家帶來好消息囉 慈濟基金會今天表示 已經跟代理BNT疫苗的上海復興 成功簽訂五百萬劑的疫苗採購合約 而且買來的這些疫苗會全數捐給疾管署 再分配下去讓大家施打 實際要捐贈的疫苗相關的合約 初步的合約已經完成 那整體有1500萬劑 在JP裡面我們是沒有含著 都是從在歐洲廠製造那直接運送 企業跟民間團體合捐的這1500萬劑BNT疫苗 固執是替國內的疫苗庫存大大進帳 同時也讓疫苗品牌增加到第三種 更重要的是 BNT疫苗是目前市面上 唯一能打在12歲以上青少年的疫苗 讓未滿18歲的年輕人們不用怕被排擠 之後也能靠疫苗保護力 來對抗COVID-19病毒 行政院今天也說了會把合捐的1500萬劑BNT疫苗 向食藥署申請緊急授權使用 同時把12到18歲的年輕人 納入BNT疫苗的使用對象 1500萬劑的劑量 由機關署向食藥署申請EUA專案輸入許可 同時這個申請也會把12到18歲 未成年人納入使用對象的範圍 不過大家都很關心BNT疫苗進來後 除了會給12到18歲青少年施打 疫情指揮中心這邊是不是還有其他打算呢 還有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在 COVID-19疫苗預約平台上 看到BNT這個選項咧 另外陳時中也強調之後 如果鴻海台積電還有慈濟 想再跟上海復興買BNT疫苗 捐給大家施打的話也OK 但只有一個原則 買疫苗基本上 我們還是朝向就是要有這個原廠 基本上現在都是一個原 等於是一個原公司出來的 你看看 我們待會見 一會兒 谢谢大家